要睡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環 我是林芸 我們現在要來做的事情是 你抽我答 你們會看黑特劇場 或藝品嗎 如果評價不好會放在心上嗎 我還蠻少上黑特 然後我都常會覺得就是 應該還不夠紅 我知道你在說哪一篇 然後那一篇貼在下面就寫說 又找合合做心點 是沒有心點的 我其實心裡還蠻正面的 因為我想說還沒演就被酸 是 今天有99個人喜歡你 然後可是有一個不知道是誰的人 然後在黑特上就是 批評了一下 你的作品 我覺得如果他批評的內容是我也知道 我在現階段沒有辦法處理好的 我都覺得沒關係 或者是他批評的一些是 不是真正的事實 就是可能講說什麼 為什麼兩天院要給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然後給他機會 然後讓他來做這個 那在批評兩天院啊 不是在批評 跆拳道服會喜嗎 然後怎麼保持衣物結白如心 這真的是我心裡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很多到跆拳道服 我們不會只有一套 那上半身其實我們都會穿短袖 短袖的話就是可以一直換一直換 那你穿一件白T也可以去打 所以你其實就在比賽跟正式升等的時候 你才會穿那個 大家看到很帥的那個跆拳道 跆拳道的那個道服的 那如果不小心有一個什麼這樣髒的 你們會特別去處理他嗎 我有之前跟人家對打的時候 他連鞋 他怎麼這樣 然後那鞋就這樣 就在那個衣服上 其實當他滿不爽的 而且 而且你踢得正過癮的時候 你的過癮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上嗎 好啦沒有沒有要批評 運動系有過癮 解答了我好多 因為我是運動白痴 真的嗎 那你今天穿得很Sporty耶 我就是在裝 你是完全不運動嗎 我會游泳 我不會游泳 我唯一的運動就是不會游泳 因為我很多路上競技的朋友 就是很會跑田徑 或是跆拳道的朋友 很多人都不會游泳 這是一個很酷的現象 我會一直撐下去 就是道服會有一些自己的風格嗎 例如說一些小編織 或是 喔會喔 可以自己去做一些 就是他有貴跟便宜的 之前有一些廣告贊助商啊 他就可能會列在 但是我們那種都是什麼 爛媽媽手工 是不是 不是厲害的 跟爛媽媽道歉 哈哈哈哈哈哈 鼎雲你覺得自己是正常人嗎 我其實覺得我自己是正常人 覺得自己 好像有點太正常了 所以才想要 多靠近瘋狂一點 去做這個題目 但其實做過程中就是 會覺得正常跟不正常 或者是正常跟瘋狂 那個界線其實還蠻高的 就是我們到底把什麼事情變成 不是這個社會規範所允許的 或不允許的 那我就是一直覺得自己 好像有點太 好乖了 這個蠻有趣的耶 嗯 但我沒有覺得你很正常啊 好 問呂歡的 可以表演腳踢木板嗎 還是胸口碎大屎 我覺得這題整人性之亂包 我也覺得 我應該是宣傳自己來做 胸口碎大屎 讓我們歡迎 沒有啦 跆拳道不會胸口碎大屎 因為有一個誤解喔 跆拳道就是重視在腳 所以踢木板是 是打對的 是有做功課的 這碎大屎就來亂了 不可能可以碎大屎 因為我們上半身都很弱 我們都是下半身比較強 那個木板是有先這樣割開的嗎 這部題目的很好 那個木板是兩片木板 它可以這樣卡繩這樣卡在一起的 然後你擊破的時候 就是想辦法擊它中間那條線 它就一定會翻開 然後翻開之後它可以再卡繩 所以凡夫俗子也可以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這樣 要這樣碎 對 然後就 平常會看鄉土劇八點檔嗎 我完全不會 小時候會看現在完全不會 那你平常看什麼 你有在追劇的習慣嗎 我現在都覺得追劇是一種奢侈 我每次追劇的時候就覺得 我是不是要工作了 我好像不能做追劇 那我教你一個心態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尋找的地方 那我今天回去看一下 觀眾看演出想睡覺怎麼辦 台上演員會發現嗎 那如果我自己當觀眾睡著 就睡著啊 有一些作品確實 這次操演瘋狂呢 這次操演瘋狂呢 演出時間是5月27到29 大家可以先早一點買票 因為我們在之前會有一個 線上互動的遊戲 你要參加那個遊戲之後到現場來 才會有不同的感覺 6月17到19在實驗劇場困獸的演出 希望在這作品裡面可以看到一點點力量 這樣子 好耶 大家好我是呂歡 大家好 我們要來做的是 你抽 再一次啊 再一次